上学他不擅长 约至高中一毕业 就出门打工了 打工比上学还难 后住师傅 总是操着东京墙 鄙夷他的地方口音 哲夫不愿受这个气 决定辞职 还对同样受气的伙伴说 就七百的失心 不如回老家 伙伴摇摇头 他是孟加拉移民 为了七百 他愿意忍着 哲夫当然是不忍 刚好父亲来电话 问他今天咋没回去 不会忘了你母亲的周年吧 哲夫说着知道知道 但其实忘了 匆匆忙忙的赶回老家 被邻居老汉追着骂不孝 到了寺里 法师做了一半了 婶婶还有嫂子 招呼他快坐下 年轻人能回来 算不错的了 毕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 这事形势大于寂寂 到时作为长男的哥哥中司 在各种规矩的束缚下 一直有板有眼 夜里一家人坐在一起 翻翻过去的照片 东京父亲前爷也去过 做建筑工人 那里的高楼大厦 有他的功劳 突然想起家里还有红酒 他叫着折服帮忙拿 这边剩下大儿子中司 二女儿叔子 叔叔拍拍中司说道 是不是该把你爸 接到东京一起住了 上次犯心脏病 多危险 见哥哥不说话 叔子打了圆场 这话立马被叔叔婶婶接过去 这话立马被叔叔婶婶接过去 咱这附近有一家都上新闻了 儿女在东京老头独自生活 喝醉忘关煤气 最后被活活烧死了 在叔叔婶婶的追问下 中司说话了 这个事一直有考虑 已经换了更大的房子 大儿子也善解人意 公公去当然好 就是不向老家推门市井 高层11楼推开窗户 只有东京湾发黑的污水 婶婶问道 咋不买带院子的 你爸离不开土地 中司一下有些失态 说什么漂亮话 一个工薪族 上哪买带院子的 就这房子待了30年 等到附近前夜下来时 地下的话题已经聊死了 一片安静 不过也算有结果 弟妹开口 帮钱也计划着之后的事 钱也笑着说 住这儿好得很 抬头见山 低头听水 弟妹还要劝 钱也暴躁起来 我的事不需要别人管 自己能照顾自己 谈不下去 弟弟把话题扯开了 开起折夫的玩笑 问他啥时候结婚 折夫恩恩哈哈 不想搭话 姐姐帮他圆场 等你有个稳定工作 就好结婚了 一说工作 折夫猛得抬眼 他的工作 是哥哥帮忙介绍的 既然说到这场 只能提前汇报 辞职的事了 中司很生气 辞职你提前说一下 这搞得我很难做 折夫不服气的道歉 扭头回屋了 姐姐追着过来 安顿他 既然辞职了 就在家 都陪父亲几天 折夫并无回答 热闹景线今晚 第二天 中司一家 也要回去了 老头给孙女们包了红包 上车后 中司伸头大喊 向前的路不拼 车摇摇晃晃 转个弯 看不见 就算分别了 折夫待在家 也是无所事事 父亲拉着他上山 边走边说 工作不是喜欢不喜欢 是长久坚持 学到技能 折夫不听说教 反对老父亲 你坚持当农民 烈日下累死累活 一年也赚不到150万 可东京空调十足的写字楼里 帮人断咖啡 实行得有800 这就是社会现状 这话让老头生气 喊折夫滚回东京吧 看你能当啥有钱人 折夫也生气 认为父亲不喜欢他 只喜欢学习好的哥哥 父亲与众心长的说 你哥胆小 做事又不圆化 大公司上班 肯定憋屈 还背着长子的名头 家里家外 啥事都看着他 你呢 自顾自就行了 别老不满足 几天后 折夫回东京了 家里就剩钱也一个人 估计的像一幅画 或许被父亲说动了 折夫到了东京 就找了工作 在一家小运输公司 搬钢筋 年轻人 到底是不干这种苦力的 又脏又累 还不如进场 所以这里走走来来 就是那些中老年 折夫跟着去送货 开车的是一个 叫阿龙的大叔 话特别密 一边说着 你们年轻好样 一边又以过来人的身份 抱怨工作 抱怨社会 抱怨年轻人出去玩 就不能坐地铁吗 搞得大堵车 到了地方 折夫斜看他一眼 随后就扛着钢筋进了库房 钱票局的时候 折夫愣在原地 被眼前的女孩吸引 这成了他干下去的另一个理由 阿龙一路上的喋喋不休 再也打搅不到他 满脑子都是那个女孩 不久 折夫给父亲写了信 讲了近况 并表示虽然很累 但自己会努力干下去 也希望父亲保证身体 再次去送货 折夫鼓起勇气搭话 对方用微笑回应 折夫问女孩名字 女孩仓促间低头 折夫以为自己唐突了 道歉着跑了出去 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经历好花一箩筐 希望折夫转正 别做坚持了 难得有年轻人 愿意入职这种掏利器的岗位 几个老员工 虽然看不懂 但很开心 叫着折夫 一起吃烧烤 喝啤酒 折夫也觉得 这工作还不错 回到家 趁着酒进 用毕生所学 折夫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 一路尾随女孩 想瞅个机会 把信递出去 电车转公交 沿着夏季 给这份感情 增加了温度 这一路渐渐变的 不仅仅是地信 更想多看对方几眼 街道狭窄 玩玩曲曲 一步留神更丢了 折夫冲出去 差点撞了满怀 无措的说了一堆 信几无是塞给对方 但女孩依旧一声不吭 折夫搞不懂 抱怨了两句 讨厌也紧说出来呀 随后又匆匆的走了 又一次送货 阿龙大叔受伤了 老板亲自上阵 质朴的一点看不出来 不过话严密 只是抱怨少了 多着怀念过往的 轻松岁月 折夫依然听不进去 蔚蓝海边 你追我赶 这才是他想的 到地方 忐忑中又有期待 金仓故事 特地大喊了一声 但那个女孩不在 折夫稍显失望 一个大姐冲进来 给他签单 临走时 大姐叫住他 他不但知道那封信的事 还说了其他 这话震得折夫愣在原地 痘大的汗珠 一滴滴落下 夜里受同事们委托 他去看望了阿龙大叔 阿龙高兴呢 一杯啤酒 一条咸鱼 热心地招待折夫 折夫问起女孩的事 阿龙三分调侃 气氛真诚地说 你是爱上人家了吧 不过可惜 长得好看 却是个聋哑人 折夫一下激动起来 一身高过一身 折夫不是对阿龙 是对自己在说 劝自己不要在意 穿到小姐的缺陷 转眼到了冬天 在老家的父亲 决定去东京一趟 参加老友会 女儿停着大肚子来送他 路上千滴滴万嘱咐 把药带好 洗澡 都要放到伸手能到的地方 结果被父亲闲啰嗦 上车前 女儿还是交代 去东京了 一定好好和大哥谈谈 作为长男 他才是最担心你的 老头好像没听一样 自顾自地进站了 中司很忙 接到妻子电话 抱怨父亲早不做晚班 大中午来都没时间接 最终儿媳林子接的前野 一二十年没来东京了 前野感慨 变化好大 当年这片全是海 驾桥时可累人呐 说着前野嘴角还挂起笑容 再累的青春 也值得回味呀 到家后 前野很想仔细瞅瞅这房子 却又一直没起身 面对儿媳甚至孙女 她显得有些局促 直到两人出去买东西 前野才走到窗前 刚进水泥的高楼 冷军肃杀 缺了生机 另一边的儿媳 楼下碰到邻居 听闻是公公来了 邻居说道 那你要辛苦咯 这夜中司依旧晚归 独自吃吃饭 儿媳给前野 放着他们一家出游的录像带 接着就去哄女儿们睡觉了 女儿们问道 为啥爷爷说话听不懂 还啵啵的放屁 儿媳说那是方言 之后笑闹着敷衍过去了 客厅里 父子俩互相了解的近况 中司再次让父亲 跟着他们住 前野说要守着老屋 死了就买你母亲旁边 这样中司很为难 直言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身体本就不心 有个三长两短 书审又要说了 好像我们撇下你一样 中司指了指门口的小屋 大城市 我们都在忍 虽然小点 也请父亲不要嫌弃 老头半上问出一句 那老屋咋办 中司以社会趋势解释 农村凋零是挡不住的 该丢要丢 不等他说完 老头起身要回屋 并强硬地表明 不会住下来 中司激动地说道 我和林子谭和女儿们谭 我容易吗 你还咋样咋样吧 父子谭崩了 林子进到公共的屋里 细致地讲着电热毯 台灯的用法 像对待客人一般 回到客厅 他说道 房子小 父亲住这儿 确实太勉强了 中司表示 之前不都说好了吗 林子好次抱怨地说道 有个院子就好咯 正让两人吵了起来 老头在屋里 听得真真切切 住在这儿 可能比老家还孤单 第二天 中司早早走了 晚上又要11点回 老头心疼儿子 更待不下去了 和老友们会了一面 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 有人在儿女家住了一遭 互相看不上 又跑出来了 老家回不成的 就进养老院 养老院嘛 当然也不一定顺心 被管得严严实实 钱也听着听着 陷入一股伤感中 变老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呀 再回到中司呢 老头就打算走了 中司依旧忙 儿戏林子 给钱也买了一条围巾 还背了老头回乡 给亲朋的礼物 真是想得周全呢 老头也是激情客气的感谢 顿了许久 老头问起亲家母的身体 并说道 年纪大了 就让她和你们一起生活吧 不用担心我的 老头像是自问地说道 真会伤心吗 这一晚 老头去了折夫呢 听闻是参加老友会路过 哲夫口无知蓝地说 一群白发老头 逛卡了OK 钱也严厉地问哲夫 靠什么生活 哲夫应急地回答 自己在公司上班呢 硬茫茫地工作 两人就这样 你一句 我一答 想做就做 想躺就躺 完全没有在 大儿子中司家的拘谨 原来不仅是 女儿嫁出去了 就是人家的人了 儿子结婚后 也不再是自家 原来那个儿子了 突然间 一封传真法来 哲夫回完话 带着父亲去泡了澡 让钱也知乎舒服 接着又去超市 钱也让他少拿点 要学会过日子 哲夫说 有朋友来 老头态度大转弯 拿出钱包 在哲夫结账时 钱也听到了相应 上去和人家攀谈 还是老家人亲戚 回家没多久 就有人敲门 是川岛小姐 两人已经确定关系 哲夫是想让父亲见见 钱也很吃惊 儿子何德何能 能和这么文婉 漂亮的女孩交往 哲夫说了川岛的情况 川岛也介绍了自己 仅从哲夫的翻译 钱也就觉得 女孩很有理 在哲夫以为父亲 不会同意 激动地表述着 内心炙热的感情时 钱也让他先别急 他先说两句 川岛能看懂淳语 钱也一字一顿地问 你真的愿意 嫁给哲夫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 钱也眼眶都红了 这一夜 他怎么都睡不着 有些不相信 没有偿心的哲夫 真打算撑家 我说了真实 你信用吗 哲夫这样说 钱也放心了一点 可又唠叨起之后的事 结婚前 是不是得回趟老家 有小孩了 要不我来照顾吧 哲夫一把按掉灯 先父亲这大晚上不睡 瞎扯得太远了 钱也躺下又起来 他真是高兴呀 哲夫给他披上衣服 老头非要高歌一曲 看着父亲 哲夫也没有了刚才的不耐烦 他们的愿望 或许就是儿女的每一件大小事 实现了 他们比儿女还高兴 几天后 老头坐上了回乡的火车 想到和哲夫 穿倒一起逛街的情景 不自觉就笑了出来 家乡还是一片冰天雪地 这半场的停顿 前夜的脑海中闪过整个人生 重新定义着幸福 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下 院子里已经栖息神 艰难地走到檐下 哈两口气 让手活络起来 屋里好像比屋外还冷 老头脱鞋的瞬间 身后照出暖光 妻子 儿女 父母 一家人围着火炉 吃着热气腾腾的饭 这才是老头人生中 最幸福的时刻吧 有至冷暖的妻子 有可孝敬的父母 还有可爱的孩子们 如今 巨王已 只有寒风吹动门窗 直直作响 生其活 点上灯 老头估计的 只剩一个背影 但不能说不幸福 就像当年父母孩子 齐聚一堂时 也未必想过 这平常一幕 在几十年后 会是自己最怀念的时刻 今时今日 转了一趟东京 见了两个不算贴心的儿子 外人问起来 又认真地说道 很幸福 当然 这也是真话 那到底哪个更幸福 只能说 碎碎烟火起 直到是寻常 惊喜毒气气 心也带天明 终究是适去的那份最好 可惜呀 我们总是在重复 昨天的故事 先父亲唠叨的哲夫 捂下一桌吃饭的中司 一个是兴高气盛的青年 一个是忙碌疲惫的中年 但他们又都是前野的当年 当年 工作说辞就辞 爱情无所顾忌 当年 生活疲惫不堪 轻轻浮于表面 你追悔中 带着一丝落寞 回不去的当年 正是他们无所谓的今年 人生匆匆 长大是一顺 变老又是一顺 皆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阶段 也是无法相互理解的 有时是因为你长大了 忘了曾经的粗浅 更多的是因为 你成长得还不够 看不懂未来的今生 山衣海阔 双染青丝 心河轮转 残出摇曳 无论是粗浅还是今生 你都用岁月 去经历了它们 如此这般 才能恍然的 说出那句 很幸福 皆是他如学业的 一盏古灯般微弱 你也真的觉得 很幸福 因为你不想像当年 直到是寻常般的错过 但可惜的是 今年的它们 正在错过 并且毫无察觉 最后 希望从今天起 我们不要错过 那些本身就存在的幸福